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牛小春 当然也是那个专门按照大家的需求 来挑选最好产品的小春哥 今年呢我们做了不少关于剃须刀的视频 卷狗指南也出了一期 但是小伙伴们的需求总是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题目是大家给了 200元以下哪个剃须刀最好 那Pubsteam是美国一个特别知名的题须刀评测的网站 首页对于廉价题须刀是大有微词 认为提供不了很好的体验 美国知名的评测网站GetaRazor 甚至是支店的偶像的 Consumer Reports的最佳题须刀推荐 都是200美金以上的产品 但是今天小春哥的预算上限是 200元人民币 没有了网复式和旋转式的争论 这个价位旋转式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不得不说呢 我们还真是找到了四款 看起来还不错的选择 它们呢是飞科FS339 速式的S3 米家的电动体骑刀 以及菲利普的S1103 这些呢都是三刀头全神水洗 特别的棒 那湿涕呢对于皮肤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但是呢耗时长还有一些技术的要求 干涕简单快捷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完成 一个好的剃须刀呢 我觉得最少要符合 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必须非常的舒适和温和 其次呢要能够提供足够快速的剃须体验 最后就是要易于清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款剃须刀 那这个飞科是我们这次购买这四款里面最便宜的一款剃须刀 当然这款的销量是非常的大的 这款剃须刀呢 七型的设计 支持全神水洗 浮动三刀头的设计 长按三秒可以启动一个智能的旅行锁 其实呢这个功能是特别实用的 避免出拆的时候放到包里面入处 虽然是最便宜 但是它还带了一个弹出式的并角修剪刀 七型刀的正面呢采用了反光面板的设计 还有一个显示称于电量的LED面板 官方宣称呢这款七型刀支持干湿双屁 那这个素饰呢是小米的生态链企业 主要是浴室场景下面做个人护理的科技产品 它是一个硬件初创企业 大概已经五年多的历史了吧 这款素饰的S3电动提区刀 它和米家的这款电动提区刀呢 都是素饰生产的 那么这款提区刀呢是黑金的配色 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 高低两档可以调节 支持水洗 支持旅行锁 那浮动刀头的设计 同样也支持干湿双屁 这里面这个充电的接口呢是Type-C的接口 支持既差既用 但是一般在干湿双屁的机型上 都是不支持既差既用 不是说技术上实现不了 你去看这些大盘也都不支持 它主要是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 小春哥建议大家连着线的时候 还是不要带水带电操作比较好 米家的这款呢 外观上和素饰差不多 功能和提示灯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是一家产的 虽然是同样一个厂家生产的产品 价格也差不多 但是细节部分有不少的差异 那小米呢设计了一个充电的底座 不用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充电 基本上不用担心煤电的情况发生 手感上材质更好一些 刀头部分呢也支持多维浮动 自由回弹 同样支持旅行锁 小米的这款呢 整体的T恤感受是要强过素饰的 还好它没有写说支持GX机用 最后呢这是菲利普的S1103 这款外形还是比较经典的 也是菲利普有史以来第一款 百元价位的三刀头水洗的T恤刀 不过呢这款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 它没有旅行锁也没有显示屏 充电呢也是菲利普的标准的充电头 对于产品的质量 它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些产品呢普遍都是一年保修 这四台当中唯一的一台 它承诺三年只换不修 要注意的是 是新品上市的半年内购买的用户 才能够享受 刚才啊小诚哥说过 这个价位的T恤刀 其实功能设计不是特别的重要 都是成本 越是功能多的 那在刀头刀网电机上面 花的钱就越少 所以呢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 刀头和刀网的部分 刀头和刀网的设计决定了 T恤的感受和T恤的效率 速尸和米家 它们的刀头呢是一样的 互换一下也是可以用的 毕竟呢小米的这一款T恤刀 就是速尸代工的 所以呢功能基本上一样 速尸和小米的刀头呢 都是复合的双层刀头 刀头的宽度呢是0.88毫米 外层刀网呢有一个提拉须的辅刀 踢须的时候呢是预先提起胡须 然后增加踢进的效果 刀头和刀网呢宣称是从日本和瑞典进口的 米家的刀头呢一套更换起来需要45块钱 速尸的这个刀头呢是没有办法拆下来的 如果一个出了问题整个头都要换 刀头上呢有外溢的油渍 而且呢宣称是自动回弹的这个刀头啊 按下去之后啊有的时候不会自动的回弹 所以产品的品控上呢还需要加强一下 飞科的这个刀头呢换一套是25块钱 这个刀头的设计啊比较简单 是旧工艺的普通钻刀 高度上呢也比其他三款要高出不少 运行的时候的稳定性啊会比较差 不过呢飞科宣称啊 他使用了自动研磨的工艺会越用越锋利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菲利普 那菲利普的这个刀头呢 我们查了一下型号呢是SH30 原装三刀头和刀王的组合要160多块钱 SH30呢主要是适配S500系列提取刀的 那S500系列的价格呢一般在500元左右 所以菲利普这一款真的是买刀头送提取刀 刀头部分呢用的是菲利普的飞驰切踢系统 刀王中间的部分呢有凹槽的设计 提取的时候呢能够把骨须导入到最佳的位置 进行切踢增加披径的效果 刀头宽度呢是1.2毫 也带有自动的研磨 那这个呢是比较考验刀网和刀片的材质的 从SH30这个刀头的引入 至少在最关键的刀头和刀网的部分 菲利普还是比较实在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 从噪声上来看 菲利普是72.2分贝 小米呢是72.5分贝 速式是74.4分贝 飞科68.3那差距呢不是太大 踢须的体验测试部分 闭着眼睛体验 菲利普和飞科的踢须单次的覆盖面积更加大 米家呢和速式覆盖面积小一些 体验体验方面 飞科的体验效率最低 需要多次来回踢才能够踢得干净 而且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拉扯感 米家的浮动刀头 贴面的效果还算不错 切踢的体验呢也还可以 但是呢 提验完之后啊 秀文这个刀网有一股金属的味道 这个是刀网和刀片摩擦的表现 长期使用的寿命存在一定的疑问 速式的这一款呢 体验上和米家类似 但是呢 这个浮动刀头不能回弹 切地的时候 细微的体验不如米家 菲利普呢 刀网浮动贴合 接触面积比较大 贴合度呢也比较好 单次提须的效率还可以 而且它可以把米家和飞科处理过的部位 再剃掉一层 骨渣 提须的效率更高一些 所以从提须的感受来讲 菲利普要好过于米家 菲利普和米家要好过于速式和飞科 飞科呢整体都是落后的 还是那句话 价格在这摆着呢 又提供了那么多的功能 速式和米家在T恤的整体体验上 已经不差于菲利普 在功能上更是绝对的超越 这两款在细节之处 米家更好 而且也更规范 品质上呢 它们俩都还有提升的空间 尤其是刀头和刀网的稳定性 和长期的可靠性 都是需要长期研发和改进的 追求功能和外观的小伙伴 米家是你最好的选择 菲利普 功能最简单 但是T恤这块也最实在 是一款买刀头送T恤刀的产品 T恤的体验也很好 而且呢 它提供了三年包换的服务 这个价位 大品牌 没有缩水的刀片和刀网 三刀头 水洗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下手的 俗话说 好钢用在刀刃上 没有那么多噱头 可能就是说这一款 菲利普T恤刀吧 那今天的比较实验 小诚哥推荐的排名是 菲利普 米家 飞科 素饰 那T恤刀的售价呢 从几十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 高端的T恤刀 在刀头 机身功能设计上 有非常大的差异 转化到用户体验的层面上 不同的人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 对于一款性价比的产品来说 要求可能会更单一一些 那就是皮饰 耐用 败坏 通过对这四款 百元价位的T恤刀的横评 研究了那么多的资料 我对高端T恤刀的比较实验 又闷生了几分兴趣 那小伙伴们 你们的意见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评论区聊聊呗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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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